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款PDFP软件 我们都知道可以用Adobe的Acrobat 非常的不好用 也可以用Bluebeam的Review 是收费的 今天给大家介绍这款软件叫 SODO PDF Reader 完全免费而且非常的好用 听起来XODO像袖斗 上海话脑筋袖斗了 我们可以Google设置XODO 就可以找到它的官方主页 在它的官方主页可以打开它的网页版 网页版可以把文件打开 或者把文件拖动进来 就可以编辑这个文件 批注这个PDF文件 但是实际上 这个网页版需要依赖你的网络 如果你的网络出现网速问题等等 就可能使你的批注变成非常的卡顿 所以我不推荐大家使用这种方法 下面呢我就给大家介绍另外一个方法 是离线版本非常好用 进入你的Microsoft Store Search XODO 就可以找到这款XODO PDF Reader 就是第一个找出来的App 如果你没有安装 你可以选择安装 这样的话以后使用就会 这个软件就会安装到你的Windows系统里面了 我们打开这个App 就可以编辑任何的PDF文件 我们举个例子 打开这个一个简单的图纸 PDF文件 点击这个像笔一样的按钮 我们就可以进行各种的批注 可以选择不同的线的粗细颜色 可以由不同的人进行不同颜色的批注 非常的方便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比如说第一个人用红色进行批注 第二个人可以用蓝色批阅 另外也可以加住文字的注释 也可以加入特殊的图形 巨形啊 圆形啊 椭圆形啊 等等 也可以对文字进行各种的highlight 可以自己设置不同的透明度 大家有没有觉得这款软件非常方便 西瓜视频 我可以用蓝色批注 感谢观看